大家好,延續之前講的爵士鼓的演進 我們上次說到了Double Drumming 就是由一個鼓手同時演奏大鼓跟小鼓 這是一個劃時代的變化 因為在以前大鼓是由一個鼓手 小鼓是由另外一個鼓手來演奏的 由一個人同時演奏兩件鼓的樂器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爵士鼓發展的起源 接下來講下一個階段的時候 我要先說明一下當時的時代背景 我把時間稍微往回推到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的時候 當時在北美法國有一塊很大的殖民地 那個面積大約是現在美國的領土的三分之一 南端緊貼著墨西哥灣 北邊就大約在美加的邊境附近 東邊有一點碰觸到五大湖區 這塊地方叫路易西安那 現在的美國南方有一個州叫路易西安那州 南端有一個城市叫做紐澳梁 我們一般說叫爵士越的發源地 爵士越之都 紐澳梁在路易西安那州的南端 而路易西安那州就是在當時的 法國這塊殖民地的南端的一個區域 在法國所管理的這塊殖民地裡面的黑人 他們跟美國政府所管理的黑奴比較不一樣 他們被允許跟歐洲來的移民通婚 產生混血的下一代 一般稱為克里歐人 克里歐人他們在雙親那邊同時得到了歐洲的古典音樂文化的薰陶 也得到了非洲的節奏律動的傳統 在他們身上很巧妙地融合出來 透過他們所演奏的音樂呈現出一種很奇妙的風味 他們所創造出來的一種流行的音樂叫做 Rack Time Rack就是有一點撕裂的破碎的意思 這個破碎的意思事實上在我們現在的聽覺來說 就是比較切分比較跳躍 有人說Syncopated 就是比較切分的拍子 所謂的Rack Time 我們現在的角度來聽 可能不會覺得那麼切分的 我們可能聽一些比較funky的 比較funk的音樂 會覺得比較切分 但是在當時說的Rack 那種跳躍的 破碎的那種感覺是相對於古典音樂 相對於Martin Band的音樂 你會覺得那是一個比較跳躍的音樂 Rack Time這種音樂 大部分的契樂的形式是以鋼琴為主 以現在的角度聽起來 你會覺得有一點介於古典音樂 跟爵士樂之間的感覺 甚至有人把Rack Time 把它歸類為爵士樂起源之前的一種 音樂形式 那至於怎麼樣去定義它 以後我希望有時間為各位做更詳細的說明 在這邊我們主要的目的還是要推進到爵士鼓上面 如果你想要了解一下Rack Time這種音樂 你可以去搜尋一個名詞叫Scott Joplin 我相信透過搜尋它跟它的音樂 你會後續得到非常多相關的這種音樂形式 去多聽然後去理解這種音樂的感覺 在這邊我用簡單的說明就是Rack Time聽起來像是一種 比較俏皮活潑的比較沒那麼正經八百的古典音樂 而且是以鋼琴的形式來演奏 Rack Time這種音樂你特別去體會它的左手的演奏 就是在比較低音的聲部會有一個大幅度的跳躍 低音跟高音的跳躍 我用唱的聽起來是這樣 這樣的拍子聽起來就很像Double Drumming時候的大鼓跟小鼓 你大概就可以體會它們是有相當程度的節奏上面的共通性 事實上你可以這麼想 大部分的人對於當時的節奏所感受到的 所喜歡的律動是那種形態 只是透過Double Drumming的鼓手 他就用大鼓小鼓去演奏出這種節奏 而在鋼琴上面他們就用左手來演奏出這樣子的聲部 有興趣各位可以去找來聽聽看Rack Time的音樂